少女用胶水把男人的嘴巴沾起来 又在男人的两条手臂里 分别注射进可乐和牛奶 接着她拿出沾线 仔细地把男人嘴巴缝了起来 而这一切 全都通过监控摄像头 被她的变态房东看在眼底 当变态房东碰上变态女租客 到底谁能更胜一筹呢 变态房东的房子里遍布监控设备 房东每天最大的爱好 就是头盔八个房客的生活 一个是成天幻想 自己有超能力的大学生 一个是美貌性感 总是带不同男人回来睡觉的陈小姐 一个是易淫陈小姐的体育老师张格 还有一个是 单身父亲王先生跟他女儿 以及一对同性恋人 郭丽与令狐 最后一个则是 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影儒 房东能看透所有人 唯独影儒 这种看不透 让房东对她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于是她来到影儒房间 准备调查影儒的身世和工作 她看见影儒房间有很多行李箱 刚想打开一探究竟 影儒就回来了 房东赶紧躲到床底下 今天和影儒一起回房间的 是一个陌生男人 影儒当场脱下她的裙子 露出白白嫩嫩的小腿 身后将男人带入浴室 房东正等着看现场直播呢 可偏偏就在这时 影儒低头去捡衣服时 看见了藏在床下的房东 但奇怪的是 她没有揭发她 只是收拾衣服 继续去浴室 房东慌忙跑出来 她走到浴室 看了一眼 那个男人躺在浴缸里 已经不动了 房东吓得撒腿跑回了房间中 她拿起电话想报警 可又忍不住内心的好奇 最后她挂断了电话 选择从监控上看看 影儒到底要干什么 出乎她意料的是 影儒居然杀了那个男人 房东从没遇见过 比她还变态的人 而就在这时 影儒敲响了她的房门 问她借货 房东不敢拒绝 便给了她一盒火柴 谁知影儒回到房间 就点燃蜡烛 将蜡油往男人身上滴 等她玩够了 影儒就拿出刀来 像切烤鸭似的 把男人的身体切成片 然后装进行李箱里 房东这才知道 影儒每天拖出来的行李箱里 都装着尸体碎块 但亲影目睹了这场杀戮后 房东竟不再感觉害怕 她主动找到影儒和她聊天 影儒心里十分清楚 房东已经知道了 自己杀人的事 所以她也不跟房东 斗圈子 索性直接了当地告诉房东 自己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世界上 很多人都过得平平淡淡 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便选择杀掉那些 生活猪而复始的人 听完影儒的话 房东豁然看朗 她也不想过得无趣 连影儒都敢杀人 她有什么不敢的呢 这个变态房东 经常给租客们送去美味的肉类 租客们还以为自己 遇上了一个好房东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那些肉全是人肉做成的 房东本来只是个变态偷窥狂 但随着和变态房客 隐如的接触 渐渐的 他开始觉得杀人不过瘾 要玩点有意思的东西 房东先是购买了迷药 放进蚊箱里浸泡 又故意丢下 租客们房间的钥匙 让体育老师张哥剪刀 在药效的作用下 粉球暗恋陈小姐的张哥 用钥匙打开了 陈小姐的房门 甚至趁着陈小姐 独自在家洗澡时 直接走进浴室 侵犯了她 整个过程 都被房东净受眼底 但她还是不满意 所以她去购买了安眠药 迷晕了 成天幻想 自己有超能力的大学生 把她拖去那对 男同性恋人的房间 当同性恋锅里 和恋狐回大家 看到这一幕后 还以为是对方 背着自己出了柜 令狐不由分说地 扇了大学生两巴掌 大学生这才清醒过来 她拼命向令狐解释 自己在顺移 但令狐哪里会信她的鬼话 令狐把她赶了出去 并和郭丽大吵一架 争执间 郭丽不慎用刀杀害了令狐 失去恋人的她 心灰意冷 不知道该自首还是跑路 由于许久 她还是决定 去山里挖坑 把令狐给埋了 可她没想到 房东载她走后 竟把令狐的尸体 拖去了大学生房间 这时的大学生 已经被房东迷晕了 房东把令狐尸体 塞进床底 然后把大学生 拖去陈小姐的床下 站在和男人 不可描述的陈小姐 猛然看见 床下钻出个人 吓得差点 一口气没上来 男人以为 陈小姐是故意的 便暴打了她一顿 好在张哥及时赶到 救下了陈小姐 可惜她并不领情 还大骂张哥 是个爱错穷 张哥这下扔不了了 她一巴掌 扇在陈小姐脸上 告诉她 自己以前爱家暴 降到他们这边 闹得不可开交时 房东与颖如 已经在齐齐行动了 谁来救救 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她的嘴巴 被缠上黄色胶带 双手双脚 被死死困在椅子上 这时 一个白衣女子 走了进来 双手捧着一个 装有黄色液体的容器 仔细一看 里面浸泡的 竟是一只死老鼠 女孩紧张了无业者 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女人把整只死老鼠 塞进了她的嘴里 脚后又重新封上了胶带 房东从监控上看见后 觉得颖如 在和自己比赛 谁更变态 于是 她找机会把女孩带走了 并把她 藏进了张哥的衣柜里 现在王先生的女儿 在张哥家 令狐的尸体 在大学生家 如果他们回家后 看见这一幕 到时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被房东迷晕的大学生 醒来后 还以为自己拥有 顺移的能力 这天 她刚回房间 突然看见 自己床下有具尸体 她搞不清楚 是不是自己 在顺移时杀了人 正当她惊慌不已时 真正的杀人凶手 郭丽 也发现 尸体不见了 因为大学生 曾来过他们家 郭丽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她 果然 灵活的尸体 就在大学生家里 郭丽以为 是大学生 把尸体给偷走了 却不知 这一切 都是房东搞的鬼 她和大学生 争执起来 想带走 令狐的尸体 这时 房东 恰到好处地出现 她假装 很惊恐的样子 拜托郭丽二人 别把杀人的事 说出去 不然她的房子 就租不出去了 紧接着 她又怂恿 郭丽与大学生 将令狐的尸体分尸 这就是房东的目的 她要每个人的手上 都沾满鲜血 而另一边 刚回家的王先生 发现 女儿不见了 于是 就到对门询问 陈小姐因为 之前的被打事件 还在生着闷气 于是告诉她 前段时间张哥 捡到了房东的 备用钥匙 可能是张哥 把他女儿带走的 另一边的张哥 此时也听到了 柜子中的响动 打开一看 发现了王先生的女儿 女孩惊恐地无忍着 为了让女孩 闭上嘴巴 张哥竟 直接捂住她的嘴 却不小心 将她给捂死了 王先生此时 也刚好找上门来 他急切地 询问着女儿的下落 见张哥 支支吾吾的样子 他断定 女儿就在里面 于是 静止地闯进 张哥家里 果然 在他的衣柜里 发现了 死去的女儿 王先生怒火攻心 立即和张哥 争斗起来 但他哪里 打得过 身强力壮的张哥 很快 他就被张哥 给反杀了 这一次 虽然没有房东的怂恿 但张哥 还是想到了 分尸的办法 当他拎着 装尸块的袋子 出去时 却遇见了 准备出去 刨尸的锅里 和大学生 他们彼此都不敢 让对方碰自己的垃圾袋 但来到二楼时 张哥突然想明白 自己是被人坑了 他觉得坑他的人 就在锅里 他们里面 张哥大声和他们 争执起来 他们几个闹得 天翻地覆 装着尸块的袋子 也被撞开 一颗人头 云润地滚了出来 刚好滚到 出来看热闹的 陈小姐身边 见此情况 郭丽和张哥 不摸而合地 朝陈小姐走去 他们要杀人灭口 这出游戏 终于结束了 事后 房东去警局自首 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可当警察 深入调查时 才发现 房东说的都是假的 什么杀人 抛尸灭口的事 根本就不存在 那八个租客 活得好好的 郭丽和令狐不是恋人 而是书职 陈小姐 也不是什么不正经的人 她是王先生的妻子 大学生 没有幻想症 她是高校的高材生 体育老师张哥 更不是什么偷窥狂 而房东所说的 变态杀人狂影如 则根本不存在 警方怀疑 房东有妄想症 他们调查了他的身份 意外发现 他以前 也是个警察 原来 房东的女儿 曾被一个变态给杀了 可后来 那个变态 因为精神疾病 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房东觉得 他是装病 便去精神病院 做卧底 谁知 与他接线的警察 出了车祸 房东被迫 在精神病院 接受治疗 这期间 他遭受了很多 惨绝人寰的折磨 他幻想的 每位租客生活 都是他过去的经历 房东的身心 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在精神病院里 他遇到了 那个杀害 他女儿的变态 他这才知道 那人 是真的有病了 变态给了房东 一串钥匙 就是后来 他离开精神病院后 用来出租的房子 房东幻想着 折磨每个租客 但他 却伤害不到任何人 他一直活在自己 深深的幻想里 这种幻想 越积越深 最后让他选择了 报警自首 他看到的那个影如 极有可能 是他分裂出来的 另一个人格 那个人格汇集了 他死去女儿 和变态的性格 让房东在自我折磨 这条道路上 越走越远 房东是可怜的 也是坚毅的 就算经历了 那些残忍的事情 他也没有把伤害 施加到别人身上 只是独自活在 幻想里 拯救自己 再回声